本期节目啊 咱们来聊聊 消失20年的凶手 这事呢 咱们从2000年说起 2000年6月18号傍晚的时候 河南省拱义市竹林镇 有几个村民呢 有说有笑的 正准备回家呢 聊着聊着 突然有一个人就说 哎 你看那边坡田里边 怎么捣着一个人呢 哎呦 是啊 走走走 去看看去 那么在那坡田里呢 确实捣着一个人 是一个女人 在那蜷缩着身子 几个村民过去了 先喊了他几声 哎 姑娘 哎 可是始终没有回应 一个村民呢 走上前去 一探鼻子 早就没有呼吸了 给这个村民吓得一屁股 就坐到在地上了 几个人呢 当时吓得都是魂飞魄散 撒腿跑着就回了家了 村民们回到家之后 赶紧就报警了 河南省拱义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民警 立刻赶到了现场 根据技术民警 在现场的勘验发现 死者是女青年 衣服啊 被撕破了 生前呢 遭受性侵了 现场还留下了打斗 挣扎的痕迹 民警随后经过走访 排查发现 竹林镇的一个女青年姓娇 6月15号晚上失踪了 赶紧的 把这娇小姐的家人 接过来 这么一看 被害人 就是娇谋 民警根据现场的物证 立刻展开了侦查 不过这时候啊 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当年12月1号 竹林镇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当天下午正好赶上学校放学的时候 有一个小学生叫珍珍 她呢只有8岁 跟妈妈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半路上的时候啊 珍珍呢就跟妈妈说 妈妈 我想尿尿 妈妈呢就让珍珍呢 绕过一个土丘 找个隐蔽的地方 去那小姐去 自己呢 一边走 一边等着她 这当妈的心也大 不说跟她一块去啊 就在边上隔着土丘等着她 十分钟过去了 珍珍呢 还是没有回来 这时候珍珍的妈妈 感觉别出事吧 于是绕过土丘 找珍珍去 可是并没有看到孩子的踪影 珍珍的妈妈找了一会儿 找不着得了 回家去吧 等着去吧 珍珍是不是自己走回去了呀 当天晚上 村里上学的孩子们都回来了 可还是没见着珍珍 珍珍的妈妈 这才感觉到 哎呀 她应该也不是跟谁玩去了啊 自己也没回家 别丢了吧 赶紧跟亲戚朋友们就说了 亲属们呢 打着手电筒 沿着珍珍失踪的地方 就不断的呼喊着她 寻找着她 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找到了珍珍 可是珍珍的手脚啊 已经被绳子捆住了 嘴上鼻子上都贴着胶布 人早就死了 经过现场勘验 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了相关的物证 围绕第一现场 警方迅速开展了走访排查等一系列的侦破工作 这时候啊 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在办案民警的脑海之中 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两个鲜活的生命啊 就这么着就没了 况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 夜时之间呢 竹林镇的朋友们都不敢出来了 女学生啊 女青年啊 别说晚上了 大白天的都不敢自己出门了 办案民警经过分析认为 两起命案 时间隔得并不算远 作案地点呢 也比较近 作案的手法也是相似的 两起案件 有着病案的关联性 作案人 应该是一个男青年 并且很可能是一个人 拥义市公安局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将这两起案件并按侦查 还抽掉精干的力量全力开展侦破工作 虽然公安机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还是没有能够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排查之中也没有发现行为反常的男性 两起案件可以说陷入了迷雾之中了 随后尽管说啊 警方在权力侦破 但始终没有眉目 时间一晃 可就过了二十年 二十年的时间呢 可以说是沧海桑田呢 负责办理这两起案件的民警 陆续都更换了岗位 只有当时负责看验现场的技术民警赵峰伟 一直还坚守在刑侦大队 他跟同事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这两起案件的追踪梳理 只要遇到类似案件 就会进行交叉对比 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全国公安机关呢 开展了一次云建二零二零行动 郑州拱益六一八案件 被列为了公安部挂牌督办命案机案 拱益市公安局通过对历年来 命案机案线索的重新梳理 对物证室啊 也是一件一件的 一点一点的进行清理 把重点案件的现场的勘察物证 重新送检 对这么多年以来发生的 所有强奸杀人案 又再次的进行交叉比对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从多起同类案件里面 警方呢 利用最新的刑事科学技术 一次次比对证据线索 有强奸前科的犯罪嫌疑人牛某 就进入了侦察视线 据拱益市公安局 时任副局长孙小冬介绍 说我们从2019年呢 就开始了重新梳理物证的相关工作 利用最先进的最新的刑事科学技术 把当年的物证和相关的数据重新拿出来检验 寻找突破口 通过检验 困惑民警20年的线索 终于是峰回路转了 拱益警方迅速锁定 20年前两起命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就是牛某 2020年4月21号 经过侦察布控 民警在拱益市某小区门口 把犯罪嫌疑人牛某就抓住了 被抓之后啊 这牛某还反复的重复了一句话 民警同志 能不能别告诉我的爱人和女儿啊 我怕他们不能接受 我对不起他们 我怕他们恨我 这牛某啊 在去年被抓获的时候 已经是46岁了 是拱益市小关镇人 小关镇呢 就挨着竹林镇 其实在这两起命案之前 牛某已经有过前科了 他高中毕业之后啊 高考落榜了 没考上大学 照理说这是你自己不好好学习啊 你自己没发挥好啊 但他一想不对 我为什么没考上大学 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长得太漂亮了 因为她太漂亮了 所以我整天看的 我没法集中精力学习 牛某其实从小到大 这性格上一直就是这样 很狭隘啊 只要有什么问题 那一定不是自己的责任 一定是别人的责任 各位大伙想想 自己考不上学 不愿自己学习 不努力 不上进 愿人家同学长得漂亮啊 那这是匪夷所思 是吧 用今天话来说 这叫奇葩心理 这牛某呢 自从啊 认为他的女同学因为漂亮 耽误了他高考之后 这心理啊 可就恨上那女同学了 不行 他太漂亮了 我得得到他 并且他对不起我 让我上不了大学 我得报复他 最终这牛某失去理智了 终于对女同学 实施了尾随强奸 并且因此入狱 直到1999年 才刑满释放 出狱之后的牛某啊 这心理更不平衡了 一看当初的同学们 都发展的不错 没人愿意跟他交往啊 那当然了 谁愿意跟这么一人交往啊 牛某呢 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而是这些同学们的问题 为了生存 牛某来到了竹林镇 一家工厂打工 他这心里就苦闷啊 这时候啊 他就仇视社会了 谁有工作 谁挣钱 他就恨谁 谁有女朋友 谁有媳妇 他就恨谁 谁日子过得好 他就恨谁 他不说他自己之前 多么的混蛋无耻 啊 那么牛某呢 性格很孤僻 一下班 就在宿舍里边睡觉 睡醒了 就一个人到附近去转悠去 2000年6月15号晚上 他在竹林镇北山公园附近闲逛的时候 差不多在十点左右吧 那女青年焦某路过这儿 牛某一看 呦 身材长得真好 当时这色星可就起来了 尾随着焦某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把焦某呢 就挟持到离民居很远的一个坡田里边就强奸了 后来焦某起身想逃跑 牛某追上去 随后把焦某就掐死了 2000年12月1号下午 牛某这一天呢 又很烦闷 一想 哎 我几个月之前杀人的事也没败露啊 警察也没找我 嗯 我只要做的天衣无缝 我就能逍遥法外 于是 带着胶布绳子这些作案工具 又找单身女性去了 这时候啊 他就看到了八岁的珍珍 一个人去了偏僻的土丘后边小姐姐 这个禽兽啊 对着八岁的小孩都起了邪念了 把他劫持了 并且离开土丘到了更远的坡田 当天晚上 珍珍的家人呢 四处搜寻 其实啊 离牛某已经越来越近了 珍珍听到家人的呼叫就开始反抗 牛某特别恐惧 用手就捂住了珍珍的鼻子 一直看珍珍活活憋死 不再动弹了 牛某呢 才趁着乌气麻黑的夜色啊 赶紧就跑了 这次经历啊 让他害怕了 差一点就让人抓住啊 所以就收了手了 很快呢 就跟他们工厂的一个同事啊 一个女工就恋爱结婚了 婚后啊 牛某呢 对家庭 对妻子 对孩子 确实是呵护有加 小心翼翼的生活了二十年 可还是那句老话啊 正义会迟到 但正义不缺席呀 那么咱们今天来说说什么案子呢 来说一起发生在1993年 山东围方 安邱县的灭门案 1993年9月4号 下午一点多 维方市安邱县公安局 接到安邱派出所所长李洪德的电话 说本镇石庙子村村民李国庆 被杀死在家里 要求呢 派人去现场 县局接到报告之后 二十多名干警就赶赴了现场 到达现场之后 得知李国庆和妻子潘亦兰 儿子李志刚 女儿李存存 四口人被杀死在家里 李国庆和妻子潘亦兰遇害的时候 都是39岁 儿子李志刚遇害的时候 15岁 女儿李存存遇害的时候 只有6岁 这起案件立刻报告给了维方市公安局 同时展开了侦破工作 维方市公安局时任副局长江延林 刑警支队时任政委赵传旭 时任副支队长汤永利 法医岳明小等人 也赶到了现场 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巡视 下午一点四十分 安邱县公安局的办案人员 向维方市公安局的领导做了汇报 两级领导立即决定尽快侦破此案 当天下午三点到七点 对李国庆家中作案现场 以及东边的邻居 李玉宝家里边的旧房子等相关场所 由中心向外围来进行勘察 李国庆家呀 位于石庙子村的西南角 北边隔着一条胡同 对着高某某的家 东边呢 隔着一条胡同 是李玉宝家的旧房子 李国庆家呢 坐北朝南 四间砖瓦房 最西头的一间是仓库 单独往南 开了一个门 东边的三间呢 是住房 中间那一间呢 是名间 两侧呢 都是房屋啊 屋门呢 用当时很常见的啊 那种五星锁锁着 把锁砸开 就闻到有尸体腐烂的气味 东房屋门口 地面上 有一个朝着东南方向喷溅的鲜红色血迹 中间这明间 这地上呢 有一个蜂窝梅炉子 炉子口里边 有烧麻绳留下的 那绳灰 东房屋北侧 有一个大土炕 炕上呢 铺着席子 铺着床单 炕前边的地面上 堆放着凌乱的衣服等等 死者李存存也就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 头朝东南 脚朝西北 两腿呢 往上弯曲着 成一个仰卧的姿态 两手压在肚子上 身上覆盖着一条红花背面 潘一兰的尸体 头朝东 脚朝西 是一个左侧位 上身呢 穿着针织汉衫 汉衫上有血迹 尸体下侧靠南边的地面上 有红色的血泊 炕南边 有鲜红色喷溅状的血迹 西房屋北侧也是土炕 李国庆的尸体 离炕有六十厘米 头部 以及身体背部 有白面袋子两条 装白面的那口袋 两条手臂是弯曲的 俩手呢 叠在一起 两条腿呢 也是落在一起的 李国庆的儿子 李治刚的尸体 在最西头的那间仓库里 头距离东墙 一米五 距离南墙半米 有喷溅状的血迹 东南角靠墙的地面上 有暗红色的血泊 这是现场的一个情况 当年九月六号下午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的领导 和技术侦察人员一起 对四具尸体进行了解剖 得出了几条结论 第一 死者李国庆 是被他人用钝性物体 打击头部之后 又勒住脖梗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第二 死者潘一兰 是被他人用锐性物体 刺切心脏和肝脏 导致死亡 第三 死者李治刚 是被他人用刃宽 不超过一厘米的螺丝刀 捅刺胸部 导致心肺损伤死亡 第四 死者李存存 是被他人扼住脖子 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那么凶手是谁呢 作案动机是什么呢 是报复杀人 还是屠材害命呢 这个谜团呢 一直营绕在 侦察人员的心里头 办案人员分成若干个小组 分票包干 进行调查走访 然后呢 专案组来负责拒拢线索 研究案情 指挥部根据案件性质 作案动机 作案手段 作案时间 这四个方面 做出了分析结论 一是李国庆一家啊 忠厚老实 邻里关系呢 很和睦 不会有导致一家四口 被杀的这种 深仇大恨 第二呢 李国庆虽然不是爆发户 但这几年呢 连续中江 收入还不错 日子呢 过得挺红火 作案分子是屠材害命 杀人灭口 第三 从作案的时间来分析 作案分子 离李国庆家比较近 作案时间短 很可能啊 是熟人 案件定性之后 侦察人员抓紧了 针破工作 在调查访问之中 时任安邱派出所所长 李洪德 刑警队副队长 孙建涛 发现了 李国庆家的邻居 李玉宝的脖子上啊 有伤痕 他们就问 你脖子上这伤 是怎么形成的呀 李玉宝说了 这个呀 是被树枝划破的 但从伤情上一看 不像是树枝划的 反而 像是用手抓的 他们 随即到李玉宝的旧房子 进行勘查 李玉宝的旧房子呀 是三间砖瓦房 明尖东南角呢 有锅灶 从炉子口那呢 发现了一串钥匙 这串钥匙里边 一共是有六把 其中五星锁的钥匙 有四把 经过现场实验 这钥匙 能打开李国庆家的 大门 房门 偏房和仓库上的锁 地面上 有新鲜的炉灰 炉灰下边的砖上 有暗红色的斑机 门外侧的下方 有喷溅状的鲜血 高达五十厘米 东房屋南侧 距离地面八十厘米的地方 有鲜红色接触状血迹 南侧呢 有土炕 炕面上也有灵性的血迹 炕前边的地面 水泥墙上也有血迹 西房屋的水泥地面上 还是有血迹 技术人员 对现场的血迹 钥匙 五星锁 尼龙绳 以及鞋印等等 都进行了提取 并且做了技术处理 根据这个线索 局长立即决定 对李玉宝和他的三个哥哥 与一个侄子 分头审查 审查结果 是李玉宝的三个哥哥 一个侄子 都不具备作案时间 而李玉宝 却有作案时间 他穿的布鞋上的血迹 经过化验 与死者血迹相同 他家旧房子里边的血迹 也与死者的血迹相同 据此 认定李玉宝杀人嫌疑重大 决定集中力量 突审李玉宝 经过三天三夜的较量 李玉宝供述了作案过程 李玉宝 当年二十岁 小学文化 家住安邱县 安邱镇十庙子村 他坦白交代 犯有杀人罪 他家呢 和李国庆家是邻居 平时关系不错 李玉宝后来听说呀 李国庆家里边 差不多有四五万块钱 就产生了 屠材害命的念头 设计了一套 杀死李国庆全家的计划 九月二号呢 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 李玉宝就到了李国庆家 看见只有李国庆和他妻子在家 就骗李国庆说 俺家老屋炕上啊 有个部件坏了 你帮我换上去 李国庆呢 就跟着李玉宝 去了李玉宝家的老屋 俩人上了炕 李国庆头朝西 屁股朝东 蹲在炕上 李玉宝这时候啊 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压井杆 其实呢 就是一根大铁棍子 从李国庆的背后 朝他头的左后侧 猛击一棍子 谁也受不了啊 李国庆当场就躺倒了 嘴里边还在那说呢 什么事 什么事 当时就打懵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李玉宝呢 也没说话 又连续打了他两棍子 第二棍子砸在头部 接着就是第三棍子 由于呢 李玉宝没拿住棍子 打在门上 把门还打了一个洞 玻璃也打破了 他又用麻绳 在李国庆的脖子上 缠了两三圈 把他的手 翻到身后绑起来 把他抱到名尖里头啊 头朝下脚朝上 放在缸里 用麻袋 就把这缸盖好了 接着 李玉宝带上了 一把螺丝刀 和一把匕首 就来到了李国庆家 李国庆他老婆 正在扫院子呢 李玉宝就说了 嫂子 我得借铲子用用 我跟我哥呀 在内屋收拾东西呢 李国庆的老婆呢 就回屋子里边找铲子 在他弯下腰的时候 李玉宝拿起来螺丝刀 朝着他的背部 就猛扎过去 李国庆的老婆潘一兰 起身回头 在李玉宝的脖子上 就抓了一把 把他的脖子呀 就抓破了皮 紧接着 李玉宝用匕首 刺了潘一兰的咽喉 前胸等部位 很多刀 直到潘一兰死去 李玉宝把潘一兰呢 拖到了东间屋里 头朝东 放在炕前面 然后从炕上 拿了些棉花套 盖在了他身上 李玉宝把李国庆家的房门 和大门都锁上之后 就回了自己的老屋 他把李国庆的血呢 用棍子刮了刮 把血土啊 倒在这个炕洞里边 脱下带血的汗衫洗了洗 拧干之后 穿在身上 回到了新家 待到下午五点多钟吧 他估摸着 李国庆的孩子 存存快放学了 就来到李国庆家的门口等着 存存一回来 李国庆就骗他 存存 我呀 给你弄了个葫芦 你去我家 拿葫芦去 小女孩嘛 很高兴 颠颠的就跟着去了 刚一进到李玉宝家老屋的名家 李玉宝就从存存身后 双手猛掐住他的脖子 又绑起来他的双手 用螺丝刀 喊扎他的左胸部 存存死去之后 又把存存弄到西屋里 用破纸袋子盖上 随后就到李国庆家大门口 等他的儿子李志刚 李志刚啊 骑着自行车回家 刚开门 李国庆就和他一起进了他家 骗李志刚说 志刚啊 我得借你的摇瓣用用 李志刚放下自行车 就给李玉宝找摇瓣 刚一进屋 李玉宝呢 从身后朝他的脖子猛扎了一刀 又朝他的后脑部 扎了一螺丝刀 李志刚就倒在地上 紧接着 李玉宝朝他的背部 连续刺了几刀 直到李志刚死了 这才回家 李玉宝回到家里 他娘呢 正在煮花生米呢 过了一会儿啊 李玉宝吃了点火烧 就到东屋炕上睡觉了 晚上差不多十二点左右 家里人都睡了 他到老屋里边戴上一副白手套 拿着李国庆家的钥匙打开了他家的门 拿了一床被 回到了他的老屋 把李国庆的尸体从缸里抱出来 用被子包好了 抱到李国庆家的正房西尖炕上 把面缸里边的面倒在尸体上面 然后到东屋找了一床小棉单 回家包好存存的尸体 抱到李国庆家东房屋 和他娘放在一块 又盖好了一个面床单 李玉宝还用李国庆家的一把电弓刀撬开了他家的抽屉 原本指望着能找到四五万块钱 可是一共啊 只找到了一个计算器和三十九块七毛钱 李玉宝这一下 失望透顶啊 就从李国庆家的大衣橱里 拿出了一双黑色的旅游鞋 换下自己脚上的布鞋 把民间的地面 用条罩扫了扫锁上屋门 回到自己家的老房子 扫了扫地面就回了新家 在沙发上就睡觉了 专案组根据李玉宝供述的作案过程 结合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的情况 认为口供与现场尸体的每个细节 都互相吻合 在这个基础上 专案组对原来没有发现的痕迹物证 又进行了检查勘验提取 所以认定李玉宝杀人作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于九月六号对李玉宝刑事拘留 同年九月十六号依法逮捕 十月二十六号 维方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李玉宝已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